欢迎来到卫酸人教韩文 今天跟圈圈选韩文 并不是跟某个名人学 而是跟台北捷运学 在台北大台北地区生活的大家 应该都每天几乎所有人 都是搭着捷运一栋吧 好那捷运我们很常听到一些声音 那这些声音 你翻成韩文的时候该怎么翻呢 好那第一个 首先你进站的时候呢 你就刷悠悠卡或者刷你的票卡的时候 他会说请进站对不对 请请请请进站 那像韩国的票闸门的话 基本上没有声音的 有去过韩国都知道 它就是滴滴啊滴的声音而已 请进站如果照字去翻的话 我可能会翻成 听起来有点怪 就感觉不会是一个自然的 在那个情形下自然听到的话 那一般这个情况下 韩国的闸门都可能会讲 谢谢 OK 所以你票刷成功了 他会讲 谢谢你 好那还有一种情况是 你没有刷好 你没有刷到 那他叫你 请重新感应票卡 卡트를 다시 대주세요 或者 卡트를 다시 대주십시오 像卡的就是card 卡的意思 就是那个交通卡的 交通卡 韩国人就简称卡的 那 다시是再次 这样的概念的副词 대다 대다是把什么东西 靠在什么东西的表面上 讲 대다 比如说你去韩国的博物馆 之类的 就有些展示品呢 就是不能去触摸的嘛 对不对 请勿触碰 或者请勿触摸 这句话 韩文就会写成 ソンデジマシオ 或者ソンデジマセヨ 会用这样的表语来表达 所以卡트를 다시 대다 就是你把你的卡 重新碰在感应器上 还有一种情况 是台湾 台湾有的 请勿触服务处 它可能感应到 你的卡是有问题 它会讲出 这样的一个声音出来 实际上收入的捷运的话 你是找不到站务员 对不对 我相信很多同学 有过这样的困扰 就是你发现 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没有站务员可以走 确实 韩国的捷运 是现在人力有点缩边了 但台湾的话 是相对比较容易找到的 那总之 请恰询服务处 如果要翻成韩文的话 你可以讲 영무원에게 문의하시기 바랍니다 OK 영무원是站务员的意思 好 문의하다是询问的 所以 영무원에게 문의하다 向站务员询问 OK 기 바랍니다 前面这动词 기 바랍니다 是指请你做什么事情的 一个更委婉的讲法 希望您做什么事情 这样的概念 기 바랍니다 就把它组合起来 영무원에게 문의하시기 바랍니다 OK 那如果你觉得太长了 如果台北接运希望我帮忙配音的话 我可能会觉得 这句话有点太长了 那我可能会稍微精简成改成 영무원에게 문의 바랍니다 然后把 하시기给收入掉 문의 바랍니다 就可以了 好 那记得你现在进到了那个月台了 OK 月台 好像讲 플랫폼了 那列车要进来的时候 台湾是不会有什么广播 对不对 那韩国是普遍都会有 那台湾我发现不会有广播的 倒是有一段时间好像有一首歌 对不对 두에두에두에래 숨바숨바에 是不是有吗 有 那숨바에 那后面会接着讲说 各位乘客 小心你的安全来 搭乘 승객 여러분께서는 安全하게 탑승하시기 바랍니다 会讲说 승객是乘客 여러분是各位 승객 여러분께서는 安全하게 安全地 탑승하시기 바랍니다 시기 바랍니다 기 바랍니다 又出现了 对不对 它是希望的意思 탑승하다가是搭乘 两个 한字来的 所以 승객 여러분께서는 안전하게 탑승하시기 바랍니다 아니면면 Abysh youtube 네 탑승하시기 바랍니다 공사 제품 탑승하시기 바랍니다 탑승하시기 바랍니다 탑승합니다 탑승하시기 바랍니다 탑승하시기 바랍니다 카드 탑승하시기 바랍니다 如果真的要翻成韩文的话 是这样翻的 首先前面说台北车站 韩国人会讲 那台北车站其实有些人 可能会用英文的翻译 会讲台北mainstation 但是我觉得其实也可以用 很像韩国人的翻译方式 像韩国的首尔火车站 对不对 那通常的道理台北车站就可以这样 直接讲台北要就可以了 好那台湾的句子里面就讲 接着说台北车站 台湾车站 高速车站 高原公航车站 使用客们的航空车站 接着说接着的意思 从前我就不解释了 后面接着说 使用客们的航空车站 使用的是利用的意思 所以要利用这些线路的乘客们呢 好 这一站 这一站 这一次的意思 换成是换成两个汉字来的 就是转乘的意思了 OK 所以记忆 바랍니다 希望在这一站下车 好那再来有可能会有些站呢 它刚好是列车 它那个月台之间的一个间隙 是比较大的 那这样比较危险了 对不对 中文会讲说 下车时请注意列车与月台间隙 这句话韩文会讲 열차와 승강장 간격이 넓으니 내리실 때 조심하시기 바랍니다 它会这样说 열차是列车 승강장是月台的另外这个讲法 platform对不对 platform是英文式的外来语的讲法 승강장是城降场 就是汉字式的月台的讲法 OK 那这个广播一般会讲 승강장 那 열차와 승강장 간격 간격是间隔 OK 넓으니 넓으니 那是宽广的意思 好 내리실 때下车的时候 조심하시기 바랍니다 조심하시기 바랍니다 조심하시기 바랍니다 好那还没结束哦 就是在车门 车厢的门开启之前呢 它会告诉你说 你该往左侧下车 还是右侧下车嘛 那中文会讲说 左侧开门 或者右侧开门 那如果把这两句话 直接照文字去翻成韩文的话 会讲说 왼쪽 문이 열립니다 OK 열리다 是被打开 所以左侧门被打开 왼쪽 문이 열립니다 或者 오른쪽 문이 열립니다 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 OK 左侧开门 或者右侧开门 但如果要套用 韩国的习惯的话 会讲 내리실 문은 왼쪽입니다 往下车的门是左侧 那右侧呢 就这样 내리실 문은 오른쪽입니다 OK 那今天 我们的跟北架学习韩文 就到此为止 我们下一次再见 大家 安妞 见啦